大哥生了双胞胎,二弟赵丽颖的微博沦陷了,网友,心疼赢宝。 首先,恭喜谢娜今日在上海通过剖腹产带下一对双胞胎,晋升为奶爸的张杰也是第一时间在微博感谢老婆谢娜辛苦了,今天很棒,并表示两个宝宝一个哭着嘹嘹,另一个正在吃手手,小编想想都觉得可爱啊。 随后,谢娜也转发了张杰爸爸的微博并喊话,杰爸,以后我们三姐妹请多多关照。 同时告诉大家自己生的是一对小工具,而且人家那姐也是小工具呢,所以才是三姐妹嘛。 大家都知道,谢娜在生产前就收到了圈内好多朋友送的礼物,但大多数送的都是什么吃的啊,用的,例如杨迪就曾先后两次为谢娜送去了自家产的核桃还有红油面皮,也是非常实战了哈哈。 但是作为谢娜这个大哥的二弟,赵丽颖一个女孩子的心思就不同了,而且小编不得不说赵丽颖真的是考虑得很周到,送给大哥谢娜的礼物竟然是一个小金锁,一看就是送给宝宝的啦。 虽然身为单身狗的赵丽颖当不了干妈,但是心意却是满满的。 收到礼物后的谢娜还特地在微博感谢了二弟赵丽颖送的那块可爱又豪气的纯金锁,并且帮二弟宣传了新电影,但是没想到人算不如便算啊,谢娜生下的竟然是双胞胎,小编只想说,赵丽颖,你送的金锁好像不够带了呢。 小编还没来得及去看营宝呢?没想到大哥谢娜生了双胞胎后,二弟赵丽颖的微博紧接着就沦陷了,网友都纷纷喊话赵丽颖,你大哥生了双胞胎,你送的金锁够吗? 更有网友出主意,一个宝宝带135,另一个宝宝带246,这位网友也是很机智了。 除了为赵丽颖出主意的,也有网友表示好心疼营宝,一个单身狗当不了干妈也就算了,买了一个金锁送给大哥的宝宝,没想到生的是双胞胎,还得把买小龙虾的钱拿出来再买一个,单身狗不容易啊。 话是这么说,但是作为二弟的赵丽颖也是真心替大哥开心的,毕竟也不是谁都可以生双胞胎的,小编已经可以想象两个宝宝以后也会像妈妈谢娜和阿姨赵丽颖这样一起玩自拍了呢,祝福谢娜顺利生下双胞胎,也祝福大哥和二弟的友谊长存。 所以,营宝现在是跑去买金锁了吗?